很多人以为印尼是一个 很多人以为马修是 印尼华人都是 很有钱 可能要移民过来 印尼华人没有这个秘密 我现在人在印尼亚佳道 印尼本来就是全世界最多方的国家之一 那他们还会不会说中文 会不会写中文呢 今天我要网友封信 建一位印尼华人国族 为了建它呢 我们特地用书架构下单了一套差距给它 用书架构的话呢 就不用担心采购的东西有问题 或者有匣子啦 因为他们会有 竹缸照片的匣子报告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行为用户都可以享有 气甜无流的话 非常方便 有新趣的朋友就点点一下链接咯 我们赶快去见网友吧 SOO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尼草莓 我是Chloe 我见到一位新朋友 哈啰 大家好 我叫Gian 我来自印尼亚 我是一个YouTuber 我认识的内容有很多关系 关系在Indonesia 如果你们有关系 请参加我的频道 其实真的很难得 能遇到同属性的 文化类型的YouTuber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在两年前就要 互相关注对方了 这次终于网友奉献 那今天呢 我们就和Gian来聊一聊 真实的印尼华人的历史 还有他的生活方式 这一期再见 如果你们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按下来 按钮 以及小铃铛 1 2 3 我比较好奇 就是Gian是第几代的印尼华人 我爸是第五代 我妈是第三代 所以这样我算是第六代吧 那你还记得 就是你们家祖先啊 或者家祖 一开始是怎么来到印尼的吗 我爸是第五代的福建裔 我妈是来自昆殿的潮州裔 我爸只会讲基本的米男女而已 可是我妈是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潮州话 可是很可惜 很遗憾啦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亲戚 已经失联了 都已经不认识了 可是我们已经有回去过 潮州那边一次 因为已经第五代了嘛 所以我们已经不太清楚 当初祖先来印尼的故事 跟背景是怎么样的 因为其实我前不久 也有做一些关于印尼华人的题材 然后我就有做一些关于 印尼最多华人的五个城市 我发现就是这些城市 他们的中华文化 节庆 还有一些可能习俗 其实保留的特别完整 以你自己作为印尼华人的感受 你觉得印尼的中华文化传承做的怎么样 其实我们印尼华人还会庆祝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 比如说过年我们还会去拜年包红包 端午节我们会吃辣酱 就是肉粽 中秋节我们也会吃月饼 冬至我们也会吃汤圆 传统节日的这个方面我们还保留的 我觉得还蛮完整的 其实我今年有去四角八 它是一个小岛 华人也好像数千个吧 可是今年他们有办一个沙望船的庆典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这也是福建的传统 可能是福建的某一个地区吧 就是他们会做一个超级大的纸船 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扛着 我不知道是几公里 反正走蛮久的 然后到了一个地点 然后在那边烧它 算是一种祭拜 就也很大型就是了 超大的超大的 哇哦 下次真的要去看一看 印尼的很多华人社群每年也会做一些 我们这边是叫当地的一个活动 就是神灵上升 对对对的上升 然后会做一些团那些东西在口口里面 马来西亚也有 然后也会打自己的背 然后跳跳舞 对对跳一些舞步 对对对对 马来西亚叫Ki Da Ki Da 就是跟你们叫当地吗 对我们是想反导 它不一样 然后这边的很多印尼华人 也还很相信中国的一些迷信 像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不可以打扫 马来西亚也不可以 对不可以 不可以 然后不可以洗头发 对不对 对对也是也是 然后晚上如果有月亮 不可以整月亮 因为月亮会咬你 对对对 咬我们的耳朵 一样 但是我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昨天在电梯里面 我发现电梯没有4号 对没有4号 也没有13号 13号 是什么原因 4号因为不吉利嘛 对 13呢 13是 阿摩 阿摩觉得13不吉利 所以是大部分的电梯都 每月4号13号 对大部分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印尼这个国家 很多人还是蛮尊重我们就是华人的一些文化 其实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网络上或者外国人对印尼华人或者对印尼都有一定的物件 那你觉得外国人对印尼或者对印尼华人最常误解的5件事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误解可能是很多人以为印尼是一个回教国 很多人以为马来西亚是回教国 其实我们不是 它只是一个官方宗教 但它不是全国人都是回教 那不是 其实印尼我们有承认6种宗教 然后回教 然后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印度教 还有一个特别的叫功夫柱 也就是孔子教跟卢教合并在一起 我认识的华人就是还有蛮多的是信公乎柱的 它里面是没有拜佛的 中国的神都有在里面 那第二个误解是很多人以为印尼就是全年都是很热的 不是吗 不是 我们这几天好热 没有没有 你是在一个什么 赤道 赤道对 热带国家 我们的旱季没有像台湾那么热 因为我就是在台湾 那边念过四年的大学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台湾的夏天超级热 比这里的热很多 因为那边是闷热 十四年年的 空气很闷 对很闷 然后第三个误解是很多人认为 印尼的华人是完全被通话了 就算我们就是名字可能 改名了 改名了 语言可能不太会说流利的中文 可是我们就是文化方面还保留的很好 第四个误解是 很多人认为 印尼华人都是很有钱的 这个我要说一下 我认识的两个印尼华人朋友 都很有钱 事实上是 不能说大部分是这样子 对 虽然十大富豪是一半以上 就是超过五位是印尼华人 不过大部分的印尼华人 没有这个命运 其实我大部分认识的华人啊 那还是中文化 所以不要误会了 那你是土豪吗 没有没有 我是中文化 可能是中文化吧 那有可能是因为这里土地比较多 所以大家也不要买得起 可能吧 可能要移民过来了 所以土地就好大 很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来投资 近十年 这几年了 就是雅加算发展的还蛮坏的 可是这有好有坏吧 就是应该你有听说过就是 雅加达在五十年左右 还是三十年左右 就往下沉 往下沉 所以你们在搬首都吗 对搬首都搬到加利曼丹那边 你们叫Borneo 佛罗州 对 佛罗州 我们这边叫加利曼丹 因为其实Borneo它是一个区域 然后它有很多岛 很多地方 像马来西亚的Saba Sarawak 它就是Borneo的一部分 所以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只是一个地域 第五个误会是 很多海外的华人 以为印尼现在 很徘徊 以我的经验来说 这个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如果现在印尼很徘徊 我当初就不会决定回来 我的朋友应该也不会回来 很多中国的公司 我想也应该不会来这边投资 我身为一个 就是在当年长大的华人 我可以说那边的生活 是还蛮平安的 那边有很多种族一起 大家和平相处 我觉得就是在过去 可能大家对印尼的既定的一个印象 刻板的印象就是印尼排华 因为当时我实在是发生了太空洞 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 但是后来其实也已经废除了所有对华人不公平的一些政策 然后大家都有自己传承自己谋语自己文化的权利 所以其实我来这里的感觉就是即使我是外国人 或者我看起来像就是Asian 但是其实服务员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好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来印尼看到你亚洲联合不喜欢你 其实没有 这个真的要澄清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讨的国家 可以来体验一下吧 对啊对啊 像我们现在在这边 公共场里面说中文 然后大家也不会在意 非常安全 对大家不会在意 好最后想要请便 就是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 印尼必去的旅游地点或者是区域 不过我先要就是声明一下 印尼太大了 有很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 所以我现在分享的只是我的个人经验 个人想法 如果是旅游的话 我是很推荐 第一当然就是巴厘岛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 好好玩 对好好玩 对根本是一个天堂 很多非常漂亮的旅游景点 第二个地方是山口洋 因为我自己有去过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不但风景很美 他们的山景是超美的 海景也很美 他们的就是中国文化 还保留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然后在山口洋里面 很多人是会讲 客家话的 就算不是华人 他们也会讲客家话 所以如果你是会讲客家话的人 欢迎你们来山口洋看看 语言应该是可以通的 那边有三大民族 就是华人 然后马来人 还有 达亚人 他们都是和平相处的 互相尊重 三大民族之间不会有什么摩擦 那样的 如果是适合居住的 我是很推荐 就是 我们现在这区 这个地区 也是这几年来快速发展 对 这边是很整齐的 如果是华人的话 这边也很多 中国料理可以吃 所以如果你们是从什么 中国大陆 还是台湾 香港之类的地方 来这边就不会想家了 因为太多家乡的料理可以吃 这里还有海底捞 各位 对 有海底捞 我明天要去吃 如果你去海底捞 比较高级一点的服务员 他们一般也会讲华语 不用担心沟通有障碍 我也很推荐 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 Dangrang 尤其是Dangrang的 Lipok 还有Serbong的地区 因为那边很整齐 很干净 所有的基础设施 基本上是应有尽有 医院学校 甚至国际学校 Mall都有 真的 就那边真的很舒适 很方便 对 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地方 都是由城市开发商 来建起跟管理的 所以他们做得非常好 非常干净 非常整齐 哈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荣幸 因为我们真的很少有机会 可以跟同类型的文化博主 聊一些跨国 但是有同跟同文化的一些课题 谢谢GEN今天 特地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 陪我录制自己的视频 如果大家对印尼或者印尼华人的题材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Subscribe GEN的频道 在这里 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化博主 还没有被大家看见 希望大家多多追踪它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有来自印尼的朋友 也可以在底下补充更多关于你对印尼的了解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或者你所在的国家的一些华人历史文化运 是怎么样的呢 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钓 以及小铃铛哦 红不离频道 一起和你从松佛中学习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